又传出了科技厂裁员的消息了 这一次呢 是生产中小尺寸的面板厂 汉瑜彩晶 裁员南科五代厂员工 将近百分之五 那么算一算呢 将近有近百人受到影响 也让人很担心 今天下午老委会 要公布整个五星价的人数 是不是会有持续恶化的可能 又传出科技厂裁员消息 这次是转型生产中小尺寸的 面板厂汉瑜彩晶 经传南科五代厂裁员 将近百分之五 估计有近百名员工受到影响 另外一家太阳能大厂中美金 也在上个月二十九号公告 让员工办理优离 我们绝对不容雇主 滥用五星休假 或者雇主滥用之前的方式 来处理这波的经济不景气 尤其在实行五星休假的时候 一定要从高阶 譬如说负责人 董监事 然后我们的总经理 还有高阶的经理人 一定要是先就他的分红 他的福利的部分 一定要先砍 劳委会主委王如璇 要企业不能用放五星假和裁员 来因应这波经济不景气 上个月十六号 劳委会公布的五星假 是四十八家公司 五千零二十一人 但电子工会调查的版本 放五星假的公司 却有六十三家 总人数是三万七千四百人 数字上明显差了一截 劳委会即将在今天 公布的最新数字 不知道还是不是 会跟民间版本差很大 大部分所有的资讯 全部都已经回来了 只有剩下少数几家 因为最近的 那我们可能最近才发交 还没有回来的 大部分都回来的 所以在下午我们公布的数字里面 会就各界比较关切的 整一体 我想在这一次的公布里面 大概整体的整个全貌 目前在台湾的整个 缩短公司 减少公司 我们就这样全貌 会整盘来跟各位做说明 跟报告 科技产业明显进入景气寒冬 放无薪假的人数和公司数 是不是有恶化的可能 就等下午 老委会最新的数字说分明 明日新闻 陈恩审 吴俊德 台北报导